哈囉 今天我要做的是 上層果醬 今天要做上層果醬 早上去果園裡面採了 採了大概有8斤左右的果醬 好 那 現在我果醬其實已經煮了 已經煮快好了 大概是快收汁了這個狀態 看一下 已經快好 勾勾 記得不要煮太勾 因為上次我煮的就是太勾了 然後變成像這樣 就是已經完全沒有流性的 沒有流性的就是這個 這上禮拜前幾天煮的 然後你看它很乾 乾到有點像糖 這邊就掉不下來 那這種的話就是太硬的話 你只能變成就泡茶來吃 或是像我都直接像沾麥芽塔那樣子 直接沾來吃 就是用那個乾淨的湯匙這樣挖來吃 好 那首先我們做果醬的話呢 我可能要煮麵一些東西 跟大家介紹 介紹一下 因為前面果醬的部分呢 我再煮 那時間花很長大概一個多小時 所以前面我就沒有錄 那這個部分我已經煮快好了 跟大家介紹就是 首先這個很好用 這是什麼 這就是奶瓶夾 就是消毒鍋有沒有 記不記得就是如果小朋友 他有那個奶瓶要放消毒鍋裡面 然後就用這個奶瓶夾 因為防燙的 這好像 才100塊左右還多少錢吧 我不知道這是人家送我的 因為我們家也沒有消毒鍋 那後來發現消毒鍋 拿來消毒這個果醬品也很好用 那我沒有消毒鍋 所以呢 我就用 我就煮一鍋水 然後把這個 拿進去燙 用滾水燙過 包含蓋子都要燙過 燙過之後 倒後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東西呢 就是 好媽媽 這個東西呢 就是廣口漏斗 這東西做什麼用 一般我們裝果醬的時候呢 可能會用這種 斜斜的湯匙 有沒有 你看這裡有個尖嘴 你看這裡有個尖嘴 然後這個尖嘴呢 就會可以這樣倒進果醬 尖嘴的部分就可以這樣入果醬 把果醬倒進瓶子裡面去 那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裝其實也不錯 可是如果說有一個廣口的 你看像這個 瓶子 我們故意就找廣口一點的好裝瓶 那你送給人家 人家挖也方便挖 我就喜歡用這種的 那這個東西也一定要消毒 記得 消毒完用熱水燙過之後 我會再用那種酒精 那酒精 再噴過 處理一次 那不用噴也可以 好 這個就把它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裡面 好 這兩個是我前兩天做 我們先放旁邊 那 這邊呢 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 尖嘴的湯匙 這個也是 這個的話就是 呃 我在CPSUPER買的 就是巧克力池吧 還是什麼 巧克力池 就挖巧克力用的 我不曉得 那我是覺得之前在中國這樣的時候 還蠻好用 可是它其實放的量有限 而且有時候很容易溢出去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我一次用烤盤 我來放這些果醬品 這是烤盤 烤盤的上面 這是一個冷卻架 配合烤盤冷卻架 這冷卻架很好用 就是說 它可以滴水有沒有 到時候 我們剛剛把果醬品煮好之後呢 就放在這邊倒扣 那它多餘的水氣什麼的 可以有地方可以散出去 再者是 假設你有做餅乾啊 烤蛋糕之類的 修爐之後也可以用它 所以它叫做冷卻醬 然後還有用到的是酒精 酒精的部分就消毒手啊 一些器具的 這樣 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 刮刀 刮刀很重要 因為在煮果醬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看一下 其實 煮果醬齁 最重要的 一個部分就是 判斷果醬什麼時候煮好 那我跟阿倫講 我上禮拜 今天幾天在煮的時候 把它煮過頭了 變成煮了像麥芽糖一樣 因為它整個已經Q了 好 煮果醬的時候 本身我們要看一下 你煮的這個水果 本身它的果膠質 夠不夠 然後呢 即使它果膠很夠的話 我們會建議加一點點檸檬汁 那檸檬汁做什麼用 就是做 它酸性物質 然後可以幫助它凝結 這樣子 那我剛剛已經用AO炸的果汁 炸檸檬汁 我有一包 很大包的 那個檸檬 然後呢 我在Costco買的 叫五子檸檬 他們叫萊姆 那我已經把它 呃 用AO炸成果汁了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那個部分的分享影片 那炸好果汁呢 你就 上次很洗乾淨 我們去果園裡面 採新鮮的 那上次因為它 很容易壞掉 所以你一定 當天才當天要處理 那如果沒有馬上處理的話 你至少要洗乾淨之後 放冷凍庫 好 洗乾淨之後 放冷凍 然後哪天你想做的時候呢 再拿出來 直接煮 不用退冰 就直接煮 加了糖直接煮 那煮果醬其實就是 水果 你想要的水果 跟糖 還有一點點酸 就是像檸檬汁 檸檬汁是最好用的 OK 那今天我煮果醬 大概像這個 濃稠度就好了 我不要太 太濃 因為像上次就煮太乾了 好不好 來 好 這時候我們小心一下 好 我的鏡頭 稍微 好 這樣子 那 這邊 煮得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一般建議會用溫度計啦 那我只是 我懶得再拿溫度計出來了 好不好 你就自己判斷 那稍微固固的這個程度就OK了 因為等它冷了之後 它會再說一些 那有一些方法可以判斷 可是 呃 我還不會 所以我就不跟大家說了 沒得誤導你們大家 好不好 我們再煮一下 好 OK 那我今天重要的目的就是說 煮果醬 然後教大家怎麼去運用這些器具 像這個東西就非常好用 這個在那個 那個嬰兒用品店就買得到了 防燙夾 非常非常好用 像我剛剛在用的時候 其實一般我 像我之前都會用一些夾子啊 就是那種食物夾之類的 欸 我已經把它丟光了 這種夾子然後來夾 然後 很容易滑 一般燙燙的 有沒有像這個瓶子 如果煮過的時候 燙燙的然後又有水 其實很容易滑 即是只滑的有沒有用 那以這個 以這種來夾的話 是非常好用的 好不好 好 我已經煮得差不多了 那我就關火 大概像這個程度 我就關火 好 關火了 然後呢 我們要裝怎麼裝 就把這個 放在這裡 關口 關口的漏口放在這裡 然後呢 就這樣裝 是不是很方便 媽 怎麼事 媽媽在錄影呢 好 這樣裝 好不好 那 我這個是還有一點油性的 你就自己判斷 小心 喔 裝太多了 好 裝太多了 我這時候 你就趕快拿 第二個 第二個 準備 好 第二個 準備 這樣子 看到沒有 這樣是不是很好用 注意喔 其實有時候卡在中間 所以你要稍微 快接近快滿的時候呢 你就要 不要再裝下去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再操作一次給大家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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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哈 這個 放這邊 靠近 不用碰到手 這個會不會燙 不會 因為它這裡有個很 很棒的一個捲邊 然後呢 它這裡已經有一個厚度存在了 所以我們一般在做的時候 像這種程度是不會燙的 好 大力的 咬進去 好 兩個 已經快滿了對不對 快滿了 還沒滿 我們就慢慢慢慢下降 稍微往下拉一下 還不夠 我們再裝一湯匙 但是你要注意 不要太滿 我們果醬大概裝 裝9分滿就可以了 好 這時候趕快過來 真的超好用的耶 我不知道這麼好用 其實這是幫客人找的 因為有時候他們說 嗯 團長 人氣拜託 特別幫忙找一下 我們煮果醬 那以前因為我都是用這種湯匙 好 對對對 我示範一下這種湯匙 裝給大家看 好 這樣子 你看很輕鬆 就裝三瓶子 這種湯匙在用的時候 仔細看喔 這邊 我可能要準備一個手套 這種工作手套 你也不用了 然後就會這樣 就是這樣子裝 好 仔細看喔 我就要很小心這洞口這樣 而且你要買很廣口很廣口的瓶子 好 這樣子裝 然後這時候可能你的手 就是你用棉布手套不夠防燙的時候 你的手可能就會很燙很燙 這樣 然後呢 旁邊可能就會 有時候裝一裝會溢出來 我們不要裝它 大概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不好 這樣子 那裝好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 這個蓋子已經消毒過了 裝好之後呢 就這樣子 把它旋緊 旋緊之後呢 倒扣 放在這裡 旋緊之後倒扣 放在這裡 OK 那倒扣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什麼動作 就是 我們要貼貼紙 好 來等我一下它 我做了很多貼紙 像這樣子一個小貼紙很好用 這是請我朋友幫我設計的 然後這種貼紙的話就是 你看小小的 然後就直接把它貼上來 很燙很燙 好貼上來有沒有 這叫吃我吃我 好 貼好之後呢 當你已經冷卻好了 就把它洗乾淨 最好是放到它完全冷卻 完全冷卻的話就是 它會讓裡面形成真空 我們剛剛這樣鎖緊之後 倒扣就會形成真空的狀態 那這時候你再去送給你的朋友 會比較適合 那我們後面講到就是說 果醬一般家裡面自己做 大概放多久 三個月 可是 我跟你們說是 我有試過自己做的果醬 大概可以放一年 我就放冰箱冰一年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 當你要賣人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人家講 配放一年 因為很容易的出問題 那自己吃的是沒有關係 所以 今天大概 做果醬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給你們看一下我們的成品 有沒有 這果醬瓶 廣口漏斗 非常好喝 真的很好的 我們再裝一次給大家看 好來 拋近一點 我都不會碰到 也不會燙 好裝兩湯匙 裝兩湯匙時候差不多了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差不多了 然後我再補一點點進來 好 補一點點進來 OK 然後我再拿新的瓶子過來 把這個肉頭再接過來 有沒有 這樣 其實不太會燙到手 那因為這個厚度很夠 這個冰片的厚度很夠 所以我要做到這個就OK了 好 那就這樣子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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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